如果你使用云盘,一定是知道360的 曾经以大容量、免费、安全和稳定的承诺 获得了爆发式的用户增长 后来360网盘突然官宣停止个人云盘服务 你存的照片、视频和各种文件需要立即转移 否则将永久失去它们 我相信和我一同经历过那段时期的朋友 对自己的文件保存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了 而我自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NAS有了兴趣 陆陆续续自己瞎折腾 直到前两年正式入坑 但运气有点不好 用的NAS盘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坏道 不过还好某东售后还不错 直接给换了新的 出于对数据安全的考虑 最近开始尝试新的设备 它就是西部数据红盘Plus 提及到NAS其实和家里的路由器一样 都是7×24小时不见得工作的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存在感 随便丢在角落里就好了 但又无时无刻伴随我们身边 由于NAS一般要是多盘位的设计 多个硬盘之间就会产生共振 这样会导致硬盘工作时出现问题 而西部数据红盘Plus带有整栋保护功能 最高支持多达8个盘位的NAS 像我这样的个人自媒体是完全够用了 即便是小团队也OK 西部数据作为行业内知名厂家 做工精良 3.5寸的硬盘外观 周围还做了防尘的处理 我这个4TB的红盘Plus 采用256M的高速缓存 缓存的大小与速度 是直接关系到硬盘的 传输速度的重要因素 能够大幅的提高硬盘整体性能 高速缓存可以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 而CMR技术的加持 对于我这样需要频繁的 调用NAS存储资料 来工作的自媒体人来说 剪辑4K视频也是轻松应对 即使以后素材越来越多 读取数据量增大 CMR硬盘也不会降速 而西数独有的NAS Wave 3.0技术 通过提高硬盘的兼容性 集成性 可升级性和可靠性 还进一步提高存储的性能 使得优化后的硬盘 官方理论无故障工作时长达到了100万个小时 另外还有一个是几乎每个刚入门NAS朋友都会问到的磁盘阵列到底怎么选 其实非常的简单 根据你的NAS旁位来选就好了 双盘位如果在意数据的安全大于性能 那么就选RAID1 如果是多数4盘位 用RAID5是非常合理的 例如使用西部数据红盘plus 这样低故障率的CMR硬盘 一块硬盘做容易 其他三块用来做存储空间 既得到了高性能 又能有很好的数据安全的保障 这次用来安装西数红盘plus的硬盘 是极空间的QRC这个刚上市的新品 与他的前辈QR最大的不同 是价格直接砍到了899就可以到手 不到1000块能玩好NAS吗 QRC延续了上一代的设计外形时尚前卫 是我见过最不像NAS的NAS产品了 就是在家里任何地方都可以很好地融入到整体家居中 背后底部是一个千兆有线接口 两个USB一个3.2一个2.0 还有一个DC电源接口 QRC的CPU和QR都采用了一颗ARM价格的Rodchips RK3568芯片 内存为RGB QRC为双盘位设计 拆开底部四颗防化电和螺丝以后 就可以打开NAS的硬盘仓了 QRC依旧延续了悬浮式的硬盘支架结构 是说用橡胶剪质垫包裹 它甚至比QR还增加了橡胶 也获得更好的整动效果 日常硬盘工作时就不会和机箱外壳产生共振 这样就可以降低噪音 好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西部数据 红盘Plus在极空间QRC里面的声音吧 整体配置和做工可以说刚刚好入门集 安装好硬盘后开机 和其他品牌不一样的是 安装极空间QRCE这个NAS系统全程里无需电脑 安装非常便捷 只要下载极空间APP使用手机操作即可 这种安装形式对于刚入手NAS设备的人来说是非常的友好 打开极空间APP选择新设备注册 它会自动扫描家里的极空间设备 注册完成以后来到选择NAS硬盘的备份方式 由于QRC是双旁位NAS 这里我使用极空间推荐的GDR动态双备份方式 它比前面我们说的双旁位传统RAID-E模式 有更高的空间用力 在全程引导式的安装指引下 顺利的完成了系统的初始化 进入到了极空间NAS系统 无论之前你是否接触过NAS 或者是有无相关的网络知识储备 或者完全是数码产品小牌 都可以顺利完成安装 国内NAS品牌在人性化方面 确实解决了小白用户上手NAS的一个痛点 极空间QRC在有线连接的状态下 西部书记红盘Plus 可以跑满千兆口的写入速度 在日常待机状态下 极空间的内部温度控制的也不错 目前武汉室内温度有27-8度 CPU保持在40度左右 而西部红盘Plus温度表现也很优秀 在35度上下 极空间QRC采用ARM架构RK3568芯片 整体功耗控制的也相当不错 在日常待机状态下 仅仅只有12瓦左右的功耗 真正做到了7×24小时不关机 也不用担心太多的电耗 由于极空间NAS系统功能非常的丰富 篇幅有限不能面面俱到 今天就和我一起来体验一下初级用户 家里人人都需要的极相册和极影视功能 我们打开极空间相册 建议先去看看设置 极空间对于相册的功能做的是非常的细致 先来看看照片的备份 极空间提供了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自动备份手机里的相册 这个很好理解 而第二种是手动添加自己空间内的 或者是团队空间内的 在自动备份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手机相册需要备份 这个功能非常的好 比如一些APP临时产生的照片就可以不需要 比如这个抖音 这样就过滤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简单来说 自动备份的是手机内的相册 手动选择备份的是NAS里面的各种照片 另外它还有一个去从的功能 我是非常的喜欢 在备份照片遇到相同的文件时 可以选择跳过不备份 或者是从命名后再传一份也可以 上传完成以后还需要一点时间运算 我们就可以在AI发现这里 以人物 场景 包括地点和时间 来浏览照片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照片这里浏览 全部的文件排序方式有拍摄时间 文件夹和添加时间 还可以点击全部内容 选择按照文件类型来筛选过滤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城镇体现极空间系统 人性化功能的是下面这个相册功能 最上面的宝宝相册 可以为你的孩子单独建立一个独立的相册 输入孩子的相关信息 包括与自己的关系 也可以添加其他家庭成员 作为一个从孩子出生到现在使用的 这一点青宝宝APP的用户来说 真心点个赞 又可以减少安装一个APP了 我们还可以建立家庭相册和个人相册 它们各有各的不同 可以看得出来 仅仅是在相册这个功能中 极空间团队把工作做得有多细 另外Lazer的迅雷也是非常不错的下载工具 即使平时在外面 也可以通过极空间APP 给家里的NAS添加下载任务 在极影师中添加好文件夹 就能自动的把电影和电视剧区分识别 熟悉的海报电影枪又来了 品牌NAS优于DIY设备的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随时可以在外面访问家里的NAS 即使是大容量的影视文件 在外面一样是可以流畅的播放 OK 总结 此次极空间QRC搭配ARM架构 RK3568芯片双盘外设计 价格是直接探到的谷底 不到千元就能体验丰富的极空间系统 再搭配优质的专用NAS硬盘 是入门级NAS不错的选择 也许不久的将来 NAS可以作为如路由器一样的产品 走进千家万户 真正普及大众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一定不要忘记给个一键三点 YouTube的小伙伴也不要忘记打个小铃铛 我是小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